清典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 出席今天的论坛 生会 非常感谢 刘勤院长教授的热情邀请 能有机会 在这里 跟大家一块 分享一下 中国石油 在智能财务方面的一些做法和认识体会 我感到很荣幸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 中国石油打造智能型 全球财物供养服务体系的一个探索实践 当前这个收视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 它不仅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也在直接推动着企业管理模式 商业模式和体系的重构 从这张图上 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到数字技术和财务共享的紧密关系 财务共享对企业大量重复性 同质化的业务 要进行标准化 集约化 规模化 工厂化 体系化 和全球化处理的这样一个特点 以及不断挖掘财务海量数据价值的这种需求 正是大致运营链等数字技术的优势所在 财务共享应该说也是为我们 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个广阔的 多维的绝佳的一个应用场景 我觉得财务共享和数字技术的关系 就像是一对伴侣 或者可靠的伴侣 他们不仅可以互相地成就对方 通过他们的深化和完美的融合 还能为我们智能财务事业的发展 带来无限的可能 中国石油是在行业发展的低股期的2016年 提出财务共享平台建设的 并一直作为公司推动财务转型变革 应对低股价冲击的一个重大的管理举措 经过六年多的探索实践 中国石油自能型全球财务共享服务体系 以基本建成 智能化和赋能产业链价值等工作 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 特别是在支持极端公司战略发展 重构财务管理体系 提高管理效率 实验高质量发展等诸多方面 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今天讲三个部分 主要讲第三 中国石油基本情况 也是我们的一个背景 中国石油是一家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 主要业务包括 国内外的油脊开展开发 链用化工等 中国石油有五个主要特征 第一个是经济总量大 去年营业收入3.4万亿 利税总额6100亿 在国际各大榜单排名中畏惧前列 第二个重要特征是产业链调产 业务结构复杂 拥有十大业务板块 涵盖了国内外两个市场 尤其商业有全产业链 第三个重要特征是国际化程度高 中国石油国际业务 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 在全球形成的5加3加4的 这样的一个业务布局 第四个重要特征是技术要求高 石油说话是技术密集性产业 科技创应在石油行业中 始终具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国石油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对口扶贫 安全环保等方面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 二 中国石油建设共享平台的有利条件 第一 共享运营模式和中石油的发展特点 高度契合 各业务单位的非恒业务通过集中共享 可大幅减少业务人员数量 也有利于统一标准和优化流程 提高效率和标准和程度 中石油的规模体量大 通过共享容易形成规模优势 中石油的业务结构复杂 通过共享 流程优化标准统一 和现金技术应用的潜力很大 可预见的效益很明显 中国石油的国际化程度高 通过共享 可以实现一点对全球 在强化技术管控的前提下 可以敏捷地应对市场的变化 第二 共享的预期目标和公司的战略目标 高度一致 主要体验在 在国际 在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方面 在提高业务质量效率方面 在降低运营成本方面 在推动 涉及化转移方面 在强化运营风险管控方面 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第三是具有较好的管理技术 财务方面 在管理制度 业务流程 标准化 信息系统 实践探索 财务具有很好的共享基础 在人力资源方面 在制度体系 业务流程 信息系统 和共享探索实践方面 也有比较好的基础 因此 中国石油决定 要跨过 单只能共享阶段 按照一个平台 多路共享的思路 财务 人力资源先行先制 并且是财务牵头和抓索 运营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 各个区域公司的医保守 都是由我们财务人员担任的 所以我们直接启动了 多智能的财务共享建设 并向全球 共享服务迈进 三 中国石油 共享平台建设 极其成效 中国石油共享建设 一共涉及到 17个总部部门 138家国内的支出企业 600多个海外的项目公司 覆盖着100万石油员工 可以说是一项关系全局性的战略性部署 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系统性变革 也是一场全员上阵的集团军作战 我们中石油学习和借鉴先制 但坚持不照搬 不照操 坚持独立自主 贴合自身 制定服务中国石油实际 领先前瞻的建设方案 对外我们选取的行业先进单位对标 对内增级的总部部门 和100多家成员单位的意见 我们确定了 1加3加1加N的总理布局 也就是一个共享总部 三个共享区域中心 一个信级技术服务部 也明确的 12334建设思路 分三部手的发展规划 三个结合的推广方法 一共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 智能性全球共享服务体系 两项使命是 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为公司创造价值 第一个三是建设三高 三要三部的原则 三高是建设高标准设计 高质量建设 高水平运营 三要是业务流程 部门职责 机构设置 要按照国际先进共享标准 进行优化 三不时面临问题 坚持不迁就 不凑合 不妥协 第二个三是三大定位 共享作为运营中心 为业务运营提供基础交易处理 保障基础数据 质量与效率 共享作为专家中心 开展分析研究与角色支持 与业务部门共通信息 提供有价值的洞察 共享作为创新中心 开展运营模式转型 借助数字化工具 赋能 驱动价值链 整体效率最大化 适时做好四篇文章 也就是质量 效率 成本 和满意度 分三不足发展规划 在13五期间 主要解决 共享有没有的问题 14五期间 主要完成 好不好的问题 要建成 智能型 全球财务 共享服务体系 15五期间 要基本建成 世界一流 全球共享服务体系 同时我们明确了三个 结合的推广方法 第一个是 推广优化提升相结合 按照孵化 迭代 规模化的敏感方法 持续优化提升 以迁移业务 第二是 先迁移 后优化 边迁移 边优化的 这么个相结合 对条件成熟业务 采取先迁移 后优化 完成业务 快速交付 对基础业务 薄弱的 采取边迁移 边优化 确保成绩质量 第三个 集中实施 和分散实施相结合 对规模小 业务少的单位 集中上限 对规模大 业务复杂的单位 分散实施 第二 建立新型财务管理架构 分工明确 高效协同 财务共享 可以说颠覆的 传统的 三级纵向财务架构 形成了 战略财务 共享财务 业务财务三位一体 纵横互联的 新财务架构 三级财务 与共享财务之间 建立了数据共享 业务协同的 合作关系 而不是行政管理关系 在集团总部 地区公司和共享公司 之间实行分工协作 我们总结了极端总部 对相关政策的科学性 合理应负责 地区公司对业务事项的真实性 合固应负责 共享公司对交易处理的 准确性 完整应负责 总部专业公司 地区公司大约有70%的 财务工作量 要转移到 共享平台 所以他们的工作中心 也有过去 以会计核算 资金收复 报表编制为主 开始向于预算 分析 管控 业财融合为主 管控 转变 所以刘洪辉会长 倡导的管理会计 实际上我们 中史有限的 大部分人员 地区公司 总部和专业公司 都在做管理会计 第三是 构建全新的 标准流程体系 全面再造或优化 业务流程 共享建筑过程中 管理架构和边界 发生了改变 业务流程 必须要做出 调整 优化和精简 因此我们要组建 流程管理团体 要建立 流程管理机制 和流程管理架构 在实现 流程从多元到统一方面 中国石油财务共享 标准操作手册 涵盖了 三大 业务主线 共计3794个 莫及操作流程 整个文字篇幅 超过了 140万字 建立了全面 统一 标准的 财务供养流程 操作和 奉献防控体系 在促进数据 从多样到标准方面 依据 集团股权关系 建立了信息完整 数据标准 编码唯一的 统一 核算组织架构 为内部交易 全面系统管控等 航实 主数据基础 在推动业务 从现要 到现上方面 以流程优化 标准统一为基础 通过业务 类型标准化 表单格式标准化 业务处理标准化等 为自动化 智能化推广应用 打下坚实基础 第四 推动场景化 技术创新 全面提升企业 受制化能力 中国石油 共享建设 非常注重 场景化 技术创新 更精准 把握 用物需求 更敏热 感知 用物体验 更针对性的选取 适用技术 我们实现的 硬件架构 从传统架构 向云架构的迁移 液材系统 也从原来 分散独立 到现在的 集成协同 自动化技术 也实现全面赋能 财务供养开发的 7类 500个 RPA机器人 自动化率 超过了51% 人力资源供养 研发的9类 163个 RPA机器人 自动化率 超过了20% 在智能化技术 应用方面 我们将 知识图部 OCR 智能语音 智能辅助 审栏等技术 应用到不同的 业务线 大大减少了 前单人员的投入 我们全面 推广了 移动端平台 财务共享 人力资源共享 石油商旅 供应链协同等 移动平台 上线运行 第五 发挥天然优势 促进 业财深度融合 在打造 高质量 数据底座方面 我们构建了 财务 供养数据 治理体系 建立了财务 全域数据 资源目录 以应用场景 重点指标 为切入点 将业务数据 和财务数据 进行有机融合 提供 大数据分析 所需要的规模化 高质量数据 在推动 三流合一方面 针对 制约业财 融合的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 三流不合一问题 我们搭建了 供应链 协同平台 这个解决了 业财信息 断点问题 实现了全程实施 自动操作 业财信息 精准关联 提升效率 达90%以上 在打通 第六是在打通 打通的提示针要新途径 开启律师经济新模式 首先是原工规模 实现大幅下降 我们财务共享 原来设计防控 用功是7100人 现在预期 只要3300人 目前实际到位的 只有2000人 所以建设中 我们不断优化 所以建设中人群生产力 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 组织机构原台 我们准备设置 7个区域中心 后来外部技术发展太快 我们 也大大超出了原台的预期 效果非常好 财率成本也大幅下降 建设石油商里集中采购平台 提供全流程 以暂时服务 所以我们跟24家航空公司 2.7万家的酒店 签订了大客户协议 电子档案管理 综合效益显著 在没有搞供养之前 中石油每年形成会计 档案是纸质的4.3亿张 光档案外每年 增加站立面积8000平米 所以我们通过搭建 电子会计档案管理系统 实现了从数据采集 到归档全流程标准化管理 我们也是首加通过财政部 发改委 国家档案局4.1人数的单位 整体 会计档案电子化率 超过了55% 第七是 预流程于系统 防风险于源头 共享作为独立组织 角色中立 服务全局 通过于流程于 于管理于流程 于流程于系统 我们已经实现了税务 合同履约资金 合规等风险的现场控制 推动的从事后监督 向源头治理 和各种管控的转变 在拦截不规范发票方面 我们通过强化发票源头 管控 实现的发票 自动查诵验证 有效规避的 发票舞弊风险 到去年三月底 累计拦截不规范发票 八万多张 同时我们深度的挖掘 发票全票面的信息价值 提供价格对标分析 供应商画像等功能 为降低采购成本 防范税收风险 提供的有利支撑 在降低销售企业 资金回同风险方面 我们实现的 应收资金与 实收资金的实时对战 准确入战 收款自动化率 提升到89% 在降低合同 执行风险方面 我们共享系统集成的 合同等12个系统 在对公结算 付款等关键环节 强制关联合同 有效规避的 事后合同 线下合同等行为 确保了公司 对外资金支付的安全 第八 向数据要升难地 实现高阶价值创造 我们按照4加6模式 建立了数据管理架构 完善平台支撑保障 初步实验的数据架构 与数据标准的统一 在供应链信息服务 促进产生结合方面 我们打通的发票 合同等应收 应付信息和银行 供应商需求信息通道 同机会金融机构 提供数据查评 票据贴线 因为客户业务 申请审核 融资放款等提供服务 所以我们把成点数据 变为了创效的信息 在对标分析 助力经济化管理方面 我们围绕 创建世界一流 对什么 跟谁对 怎么对的问题 从对标条件 相对成熟的销售企业入署 构建的全其是 对标指标库 在经济活动分析 支撑决策方面 我们收集了集团公司 210个分析主体 12年的指标数据 实现了集团 专业公司 地区公司三个层级 数据可实化展示 探索 以数据驱动决策 在数据化监督方面 我们正研究 建立业务规则中心 和数据模型中心 构建共享模式下 全量覆盖实时监督 业财一体的数据化监督平台 第九 释放综合效应 为管理变革 带来更多机会 我们初步打造了 业务管办分离 流程整合贯通 数据实时交互 人才双向交流 我们人才双向交流 现在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共享运营公司的 第一任董事长 现在中学有了 信息管理部的总经理 我们共享公司的 第二任总经理 现在是我们中学有 最大的IT公司 昆仑苏士公司的董事长 所以通过这个共享 通过智能财务建设 一批人才脱颖而出 成了符合性人才 同时我们实现了 组织价值提升 支撑了管理模式创新 助力了人员转型发展 这下面有几个数据 我们甘肃销售公司 共享之前财务人员 215个人 共享后 压减到83个人 降幅达到60% 132个人转港分离到 一线操作岗位 和其他部门 我们长青油田 共享前财务人员 1100人 共享后 剩下只有630人 整个财务人员降幅 也超过了40% 我们中学 自由资本下面 有一个金融公司 它的核算主体 全部闹入到共享平台 运营服务中心 就原来这个金融企业的 运营服务中心 还有我们计划财务部的 相关人员 全部转港 他们和共享 签了一个服务协议 最后我讲两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 财务共享 是一项专业性 战略性 创新性极强 对管理变革要求 极高的系统工程 我认为没有竭尽可责 一定要征询 先易后难 先有后优 先立后破的基本规律 第二条感受 要建设共享平台 必须牢记 五点要诀 第一 顶层设计是基础 第二 数字化是灵魂 第三 团队是核心 一定要把最优秀的专业人才 派到共享 特别是共享初创阶段 要进行规划 要进行流程标准设计 要进行制度设计 至于建成制造运营 它这个一下技术要求比较低的 第四是 流程标准是关键 在整个共享体系建制过程中 这一块花的精力 时间 是最大的 要求是最高的 非常的繁琐 非常的具体 第五 变革是动力 好 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刘总的精彩分享 从中石油自身的实践探索 为我们提出了一个 智能财务可行性的落地方案 那么接下来进行分享的这位嘉宾呢 是拥有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兼CEO 王文青先生 他为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智能财务关键技术和系统的发展 有请 尊敬的王市长 我们的罗院长 各位专家 各位嘉宾 大家好 这个 我来 就是 从一个就是 从事 财务软件 ERP软件 和企业数据化 软件的这个产商角度 也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 智能财务的这个发展的一些看法 我们知道就是全球企业呢 现在都在推进一个重要的这个进步进程 就是企业数据化转型 那么 企业数据化 这个 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企业发展的模式呢 从 传统的模式呢 走向一个 这个新的这个方式 我们把它叫数字企业 那么 数字企业呢 我们总结六个方面的重要特性 客户导向 生态共荣 员工能动 以及这个 实时感知 数据系统 智能运营 我们知道很多企业呢 数字化的推进呢 已经有 矫缠了一段时间 那么行业里边一些领先的这个企业 我们看到 数字化的推进已经进到一个第二个阶段 那么第二阶段呢 三个方面的特性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从应用上来讲 就是从原来相对这个 这种 相对离散的这种 这个部分的场景创新 走向 主题化 融合化 智能化的这种 创新的应用 那么对应到这个应用来讲的话 就是第二层这个数据层 从之前相对的这个 这种数据分散 部门级或者说 这是单企业级的这样一个数据的治理 走向这种 这个 这个集团级 全局 全域局的数据治理 因为你要走向融合化的应用创新的话 没有这个全局和全域的数据治理 它实现不了 那么第三个层面呢 就是下面的这个技术底座 原来呢 我们第一个阶段 可能只有部分的这个数据 数据底座的技术能力 那么 现在呢 要对应后面的融合创新和 这种全域全局的这个数据治理 那么需要升级它的数据底座 人工智能大会 大家都会提到这个词 这个去年以来的这个 去年末以来 GPT这个热潮 在我们 从事一个这个应用软件的这个 就是产生来看呢 它重要的一个标志意义就是 标志着人工智能的应用 从上一个早年的这种探索性应用 12年之后的这种创新应用 进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就是 普及 这样一个这个 普及应用的这种新的阶段 那么对应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商业形态呢 也从之前上一个阶段的数字化 走向更加全面的 数字化的阶段 就是数字化和 智能化的结合 那么AI在企业的应用呢 从我们这些人的实践来看呢 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智能化的业务运营 像我们今天 把AI应用于我们的营销 我们的客服 我们的财务 包括人力资源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自然化的这个人机交互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革 以后我们更多的不是 通过键盘的方式 和这个我们系统打交道 而是更加的用 自然语言来实现交互 第三个呢 就是快速的应用生成 这是在原来的这个 低淡码平台上的 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因为我们今天的 这个分论坛是讲 智能财务的 那么智能财务呢 我们也可以这个发展 实际上它是信息技术 在这个财务领域的 这个发展的一个 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又有八万年创立呢 我们就是从财务领域 这个起家的 那么我们有幸参与了 就是信息技术在 财务这个领域应用的 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从最早的会计电商化 到后面的集中财务 到这个前些年的 财务共享服务 那么到最新的 智能会计价值财务 那么在新的数字时代呢 会计变革 我记得几年前跟 流行院长也是一时论坛嘛 我们也交流过这个话题 那么在我们看来呢 就说确实呢 因为新一代技术 对我们会计 对财务工作带来了 多个维度的改变 那么首先呢 从智能的技术 当然现在新一代的ICT技术 那么变成我们 会计和财务工作的 全新的这样一个技术站 第二个就是我们 会计和财务工作 所面对的商业环境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 全新的这种 数字化智能化的 就是数字商业环境 我们的核心价值 更加的凸显了 就是全面数据服务的 这样一个价值 实际上从会计历史上 这个就是 有了会计以来 实际上我们理解 它就是一个 数据服务这样一个 基本的质量 当然我们今天讲的 数据服务呢 不只是一个 账簿报表 这样一个展现的程序 那么分析的层级 控制的层级 决策的层级 以及创新的层级 形成一个 更加全面的数据服务 那么这个会计数据服务的 这个特性呢 我们看到三个维度是 三个特性是比较基本的 第一个就是精细 第二个就是这个实时 第三就是智能 服务对象 越来越多元化 不只是针对 我们的股东和管理层 各种对象都成为我们 会计数据服务的对象 还有一个就是服务的层级 从一个企业层级 到产业层级 到了一个社会层级 那么实现关系呢 不足以展开 我就想就 数字时代的 这个我们会计的这个 就是数据服务的特性 三个特性 怎么去实现 谈一点我们 一些实现的体会吧 第一个就是说 精细怎么实现 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精细管理 精细管理的基础呢 是精细核算 那么 这个 精细核算 就是说我们就必须要实现 最小的数据颗粒度 要准确 要多维 要多个维度 同时呢 多口径多标准 这个 刘慧长 今天也在会上 我觉得两年前 当时这个协会 我们交流的时候 也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管理会计 怎么真正把它推进好 从我们的实践看呢 就是说 要实现真正的精细的核算 核数据服务的话 可能我们依据的 会计的基本理论模型 要做一个改变 从我们的研究实践看 要从之前的价值法 会计的这样一个理论 转向 思想法 会计的这个理论 那么 思想法会计呢 在座学会计的 朋友都知道 就是说 它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会计的目的 是为信息使用者 提供对于各种各样 决策模型 有用的 相关经济事项的信息 那么它突破了 传统的价值法会计 侧重服务于投资者 服务于股东的 这样一个 有限的这个维度 我们知道 就是说 管理会计和业财融合 是最近 重度企业在推进的一个 管理 我们会计上的一个发展 但是我们也看到 很多企业 管理会计 包括财政部 我们前期间是高度重视 这个事的推进的 但是有很多企业 管理会计的成效有限 那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还是在数据的源头 就是说呢 数据的源头 如果说 价值法会计 很多是汇集的数据 因为基于财务会计的数据 是很难真正实现 我们管理会计这个目的 所以思想法会计 就是说 从我们的业务数据源头 从每一个 就是经济活动 事项 作为我们数据的源头 那么来做 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 税务会计 社会会计 各种维度的 会计的合作和服务 那么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业财融合也是一样 要真正实现业财融合 那么它一定要是基于 基于这个经济事项 第二个 实时怎么实现 实时的实现呢 正好我们是做了 三代财务软件 那么实时的实现呢 实际上它 就是从一个维度 是折射出来的 就是我们 会计信息系统的 数据入口 那么第一代 就是1.0 我们当时做财务软件的时候 会计电视化的时候 当时的数据入口 就是计算凭证 那么计算凭证 它实际上是一个 不只是一个记录系统 它是一个记录 然后经过整理的系统 因为它基于业务单据 做整理之后 形成这个会计凭证 那么第二代的 这个财务软件2.0呢 入口往前推了一步 推到了业务单据 就是我们的ERP系统 基本上处于这个阶段 那么变成一个记录型系统 又发生 我可以适合记录 那么今天到了 数字时代的话 实际上我们会计系统的 入口再往前 又推进了一步 就是直接进入到作业 包括交易 进入到我们作业现场 交易的这个前端 那么它应该是一个 作业系统 是一个交易系统 所以我们现在金融企业 叫交易系统债 实际上就是反映了 就是说我们 会计系统的这个数据的入口 再往推到了这个 业务和交易的最前端 因为只有这个入口的变化 才能够实现我们的实施 第三 智能怎么实现 那么我们财务领域的 智能化并不是说 因为GDP热了之后才有的 实际上前面这个 灵云展分析了 已经经过一个阶段的发展 那么在GDP大模型出现之前呢 实际上我们的RPA 我们的这个OCR 这个智能语言 规则引擎知识图谱 包括数字员工 其实已经在很多企业的 会计和财务工作里边 已经在应用 这也是实际上 我们的财务的智能化 其实已经走了一个阶段 当然 我们今天讲人工智能的话 我们看到 之前这些智能技术 仍然会发生 发挥重要的价值 当然今天有了更突破的 更新的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应用到我们的 这个财务会计领域 那么这就是这个GDP 就是大模型这样一个方式 那么大模型 现在大家都知道 就三大层 我们的最下面的这个最底层 技术大模型 我们企业领域的大模型 到我们具体的产景的应用 产景的应用 那么要实现 就是用大模型来做这个 我们这个新的 这个智能化的会计和财务的话 我们觉得就是说 这个数据基础 仍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这个关键 因为你要训练模型的话 你的数据质量 数据基础不够 也是不行的 那么从我们那个看法来讲 我们觉得 四项会计 去建立的这样一个 会计的这个业务模型 是我们实际上是 把我们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规格 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 思想会计的规格呢 我们形成的这样一个 多维的这种数据壶 数据仓库 数据壶 那么我们就可以有了 训练的模型的这个基础 当然不只是企业内部的 这个数据资源 我们还会广泛的 用外部数据资源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去做大模型的这个训练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觉得就说 来实现的这个大模型 它的质量和价值会更高 这里边我们观察到 现在业界呢 就说实际上就说 基于大数据的技术 尤其前些年 这个大家在推进的数据中台 已经把我们的 会计数据的这个 数据技术的处理 推进了一步 就是由原来我们之前 就是应用和数据库 完全绑定的这么一个模式 走进基于数据中台 然后一个这种 这样一个 这个是数据壶的 这样一个这个 数据资源的第二个阶段 但是我们认为呢 真正要实现 我们的智能会计的话 还要在这个技术上 往前再走一步 再走一步呢 就需要把我们这个 会计大数据的这个规格 这个质量要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提升 那么这个提升的路径呢 摸出一个重要的跃升 那么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去做各种的 智能的分析 各种包括大模型的训练 就有更好的 质量的这个 快据数据技术 那么这个人工智能 在财务的应用 今天已经是 这个在蓬勃发展 那么实际上 我们会看到 就是尤其像大模型 这种这样的一些 智能应用 实际上未来企业 我觉得就是多了一个 智能的CFO 这个这里边 我们举一个小例子 就是说其中的一个应用 就是说我们对 企业精英的分析 这我们看一个小例子 当然这个可以 也不是键盘碌碌碌 直接人工对话也是可以的 这是鼻子跟上去 能不能 川中策定的 不一定 我去 我觉得 是 我那么 目前 إ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因为之前我们类似的分析也看到过 但是我们看到之前的很多分析 它是比较既有的模型和模式 那么未来我们看到这种新的 基于大模型的分析 它实际上是带来了更多的智慧 更多智慧的分析 所以未来我想我们 现在流行叫副驾驶 其实未来我们的企业的财务部门 或者企业里面都会有位智能的CF 跟我们探机的CF一块协同工作 来去提升和改进我们的企业的财务工作 最后简单报告一下 就是用有我们新时期针对企业数字化 我们现在向我们客户提供的新一代的产品 是用有商业创新平台 这是一个面向企业 数字商业时代的这么一个创新平台 那么这里边我们是三大层 一个是底座层 第二个就是十大领域的应用 第三层就是我们生态的合作 前面周总也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们也很赞同他这个观点 我们未来一定是大家生态化的 去共同服务企业客户 那么在我们十大领域应用里边 我们不只是财务 但是财务是我们第一大领域 智能财务是我们为客户服务的第一大领域 那么拥有BIP我们退出之后 现在也得到了很多 这个行业领先企业的这个选择和应用 现在大中心企业应用有三万四千多家 那么小微有五十多万家 因为我们从财务起步 后面我们的发展是发展到 ERP企业管理软件 那么现在第三个阶段 就是我们就是要通过BIP 来服务企业的数字化的建设和发展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王总带来他精彩的一个分享 数字化时代 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前沿技术 为智能财务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可能性 智能财务已经成为企业财务转型的必然趋势 也为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带来了绝佳的机遇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组建智能财务生态联盟是行业的共识 也是大势所趋 有助于企业之间统一数据规范 消除数据孤岛 维护数据资产 激活数据价值 推进系统高度集成 从而真正实现业财一体化 实现行业的高质量协图发展 那因此呢 我们倡议 建立智能财务开放生态联盟 旨在促进智能财务领域最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推广智能财务的理念和创新成果 加速财务人员能力提升 助力企业更好地运用智能财务 为业务提供支撑 进一步推动智能财务的价值创造 那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本场论坛的最重磅的一个时刻了 那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了政府学术机构 以及企业代表 共同来参与建政智能财务开放生态联盟的成立 那么有请我们的见证嘉宾上台 那非常荣幸啊 我们今天隆重地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就是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会长 原国家财政部党组成员 部长助理刘洪威会长 以及财政部会计师副司长王东 中国工程院院士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工程专家 计算机专家杨善林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 党委副书记卢文斌 恢复天下董事长兼CEO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兼职教授周叶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总会计师 党组成员刘岳珍 上海市经信委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处长 求威有请各位见证嘉宾上台 有请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第一批联盟倡议 发起嘉宾上台 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智能财务研究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勤 惠福天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金元 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会计学会理事朱卫东 中国医药集团总会计师杨珍华 财政部会计司制度三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杨海峰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维琛 有请各位嘉宾上台 好 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联盟倡议发起嘉宾在我们的倡议书上签字 请我们的见证嘉宾插控站一下 请我们见证嘉宾稍微往前 一步一下 好 请我们的发起嘉宾台下落座官里 见证嘉宾请留步 下面有请我们第二批联盟倡议发起嘉宾上台 有请中兴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陈军 浪潮集团副总裁兼浪潮数字企业总经理魏戴森 得勤亚太区审计及见证数据分析和创新领导合伙人金科 中兴新领总裁陈虎华山医院总会计师周海平 复兴集团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副总经理张坤 有请各位嘉宾上台 好的 请我们各位联盟倡议发起嘉宾在我们的倡议书上签字 好 请我们的摄影师我们拍照留念 请第二排的见证嘉宾插控站 好的 请发起嘉宾台下落座 见证嘉宾请留步 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三批联盟倡议发起嘉宾上台 有请博海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郭浩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公司业务总监兼金融部总经理刘士鹏 元年科技董事执行总裁李同 易赛奇总经理唐其松 金碟产品管理与营销运作部副总经理张田同 维拟科技总经理陈浩 有请各位嘉宾上台 请我们的嘉宾看一下后面的字板和您的单位对应上 好的 请我们的倡议发起嘉宾在我们的倡议书上签字 同时有请我们的摄影师为各位嘉宾拍照留念 好的 还是请我们的见证嘉宾插控站一下 好的 感谢我们的摄影师 请我们的发起嘉宾台下观礼 那接下来呢有请第四批联盟倡议发起嘉宾上台 有请金邦软件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旭龙 北京九级软件股费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曾超 深能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谢维钦 上海汉德信息技术股费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CFO沈彦斌 有请各位嘉宾上台 请各位嘉宾在我们的创意书上签字 好的 感谢各位嘉宾 欢迎订阅我的讨厌 好的 请所有嘉宾谈下落座 那至此呢 我仅代表诸位联盟倡议发起方宣布 共建智能财务促进开放金融 加强生态协同的智能财务开放生态联盟 正式成立 智能财务开放生态联盟的成立 旨在促进智能财务领域最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推广智能财务的理念和创新成果 加速财务人员能力的提升 助力企业更好的运用智能财务 为我们的业务提供一个支撑 进一步呢 推动智能财务的价值创造 那么如何构建一个智能财务生态 那么这个生态又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会计学会理事朱卫东 中国医药集团总会计师杨山华 航天信息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维琛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军 华山医院总会计师周海平 会复天下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金元 请各位嘉宾围绕开放协同 打造智能财务生态这样一个话题 进行思想的碰撞 感谢 ol 好的 接下来就要我们掌声有请各位嘉宾上台 那同时呢 这个时间我就把我的话筒交给我们的圆桌主持人金元金总 好 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大家 好 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五位重量级的这个圆桌嘉宾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开放协同挡造智能财务生态的这样子的一个圆桌讨论 那刚刚我们也看到我们有几十家知名的这个机构啊我们一起发起成立了智能财务生态的这样一个联盟 我相信大家也很感兴趣啊 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建设这样子一个智能财务的生态 那怎么样子更好的去协同去推动我们整个财务的这个数字化的这样子一个转型啊 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会围绕几个大家关注的这个乐点话题啊 因为智能财务生态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这样子一个话题 所以我想围绕几个关注的乐点话题呢 请我们五位嘉宾啊来唱说预言 来给我们更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思想的这个指引啊 那我想第一个话题呢我想聊一下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要搭建一个生态 那我们肯定离不开我们这样子一个政策的指引 包括我们制度的设计啊 那我想首先呢我想来问一下我们朱伟东教授啊 因为在 前面的这个我们这个论坛的环节呢 我们也看到财政部的王东市长 他特别提到 在去年我们财政部也发布了 我们会计信息化的十四五规划 那他也特别强调 我们一定要加快财务的数字化转型 那我们朱伟东教授呢 他也是一个知名的财务信息化的专家 那也是我们中国会计学会啊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所以他多次参与了那个我们国家相关的这个政策法规的制定 所以我想请了朱伟东教授啊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从政策制定角度 特别是我们从监管 从政府的角度啊 我们怎么样子 来建设这样子一个智能财务的这个生态啊 有没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指引的思想 以及我们这样子一个设计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首先来邀请我们朱教授啊 来给我们做这样一个分享 好啊 首先感谢我们金元先生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史上这个问题呢 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开幕式上 王东副市长已经做了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全面系统的解答 那么我的理解呢 就是说 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政府 政府引导的这样的一种生态体系的建设呢 我们首先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清晰 这样一些基本的一些认识 首先呢 这个智能财务生态 它应该是一个 生态系统的观念的指导下来谈它 那既然是一个 一个生态系统 那这个生态系统 它应该有一个系统的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 才是这个系统能够生态系统 能够生成发展的 最原始的动力 那么 今天那个王东市长 也讲了 就是说 那么 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最终 根本的目标是什么呢 那事实上 就是要服务于我们国家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尤其是我们高质量的发展 服务于我们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治理体系 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么用我们的智能财务的这样的一些技术 来帮助我们国家 能更有效 更快地去实施这个目标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想呢 有很多 有很丰富的内容 那么这个在我们国家的这个 会计改革与发展的这样一个规划里面呢 也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那么 那么它呢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文件呢 我觉得也是对我们这个发展啊 是有指导意义的 那就是我们会计 信息化的 十四五发展规划 那么这个规划里面呢 实际上呢 它描述了一个 我们一般会计信息系统 它有哪一些 利益相关主体 那么这个利益相关主体呢 我觉得它就是我们财务生态体系的构成主体 那么这个构成主体呢 那么它主要有我们的政府部门 中央的 它首先规定了中央的财政部和中央各部委 他们之间具有制定一些政策 来引导我们 这个会计信息化的这种发展的这样一个要求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规定了 地方政府 要出台相应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和法律法规 来指导各地区的这样的一种差异性的发展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是我们中国特色 就是我们中国是现代化的一个要求 首先我们政府部门 在促进我们这个创新生态 在我们的这个智能财务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体系里面 它实际上呢 发挥了一个引领 一个指导的作用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国家还有呢 在这个文献里面 它还规定了有这样的一些主体 那么规定到呢 第一个规定的是注册会计师 就是我们注册会计师的协会 它要发挥它的这种专业协会的这样的一种职能 来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 智能财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规定了我们的软件的开发商 以及我们的第三方的咨询机构 那么他们呢也是在我们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呢 那么它是需要发挥他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职能的作用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主体呢 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中国会计学会 以及各专业学会 以及高校院守的这样一些理论的专家的研究者 那么他们呢 也要在这个我们这个建设中 去发挥他们引领这个理论 上面的研究和服务 付与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除了最后一个呢 创新主体呢 就是我们企业 就是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说 我们企业负责人是第一责任的 推定我们快捷信息化的第一责任的 然后呢还规定了 我们财务部的有总快递人 或者是财务部的负责人 他们具有分管的 财务部的责任 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建设呢 我想呢 它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划 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建好这样的一个 财务生态系统的话 那么它涉及到了这样一些主要的主体 那么这些主体 它要能形成一个生态 他们在这个主体中呢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呢 他们就要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 那这样子呢 才能让我们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发展 更加和谐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系列规定 就规定了一些 就是说我们从政府部门来说 从制度的角度上面来说 它也构建了一个体系 从我们的会计 到我们的各种行业的标准 会计的数据标准 到要求我们业务数据采集过程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一直到对外开放的这些数据 都做了要求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想呢 这个我们国家的对这个一些 还有一些文件里面呢 对一些 比如说刚才我们王冬 市长说的 就是说我们 怎么更加服务于社会 那么也就是说 为人民提供服务 那么像这样一些呢 都是一些 拓展性的一些要求 我想呢 我们生态体系的建设 财务生态体系的建设 那么一个 我们明晰了它的主体 明晰了它们的目标 另外一个呢 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也明晰了它的主要的工作 那么这样的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 在建设这个生态体系当中 那么更好的 来实现它的目标 以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来实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智能财务生态 好 谢谢朱伟东教授 我们朱伟东教授围绕着 这个会计信息化十四五规划 从这个多个维度啊 非常详细地帮我们去讲解了 这个智能财务生态的 它怎样的一个体系啊 那我想呢 因为刚刚我们是从财政部的 这个十四五规划这个角度去聊啊 那我想第二个问题呢 我想问我们的杨三华 杨总啊 因为我们也看到啊 在去年国资委呢 专门出这个发布了 就是关于中央企业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的 这个指导 那前面我们也听到 中石油的这个刘总啊 也给我们讲了关于中石油的这样子一个实践 那因为那个杨总是那个中国医啊 是我们国药集团的这个总会计师啊 那也在业界啊 其实是非常的这个资深 在行业里面有非常这个这个这个大的一个知名度啊 所以我想能不能请杨总啊 从您的管理实践角度出发 结合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啊 国资委这样子一个指引啊 就是来了一下 特别是这个作为一家这个央企下面 有非常大的这样子的一个业务的这个职群 你们是怎么样子去建设一个 这个智能财务生态 特别是怎么样子去这个开放协同 请杨总聊聊您的观点 好 谢谢 谢谢建总 今天很有收获 很有启发 国资委的建设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里面 在开放协同建设我们的智能财务体系里面 我觉得有这么几句话 横向是整合各财务系统 连接各燕务系统 正向是逛通各个子公司 推进数据达成 我觉得这几句话呢 还是非常紧确的 那么我在今天 听了我们这个各位领导和嘉宾的 这个顿见以后 我觉得后面可以加一句话 延伸连接各生态圈 就前面的是内部的 各财务系统 厌务系统和各企业 那么我们还要对外连接 对外连接的各生态圈 我们的 包括我们 我们快决事务所 包括我们 这个学会 包括我们的大学 包括我们的咨询机构 市场分析 上下游等等 都需要连接 连接产生价值 但是 所有的连接又都需要成本 我觉得我们素质化转型 特进智能财务建设 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了 关键是怎么去推进 所以 我们在实践中呢 实际我们是 每个公司的特进策略也都不一样 我们有的公司 是先将生产 制造系统和财务系统连接 有的公司 那里 先准点 将财务系统和我们的 这个销售系统连接 就要根据每个企业的特点 囤点 难点的不同 来逐步 实现这个智能化 也是刚才 从我们 刘又进了这个刘整 刘又尊整 这个建设 我体会到的 就不可能一出而就 一下子 全面实现智能财务 但是呢 我们先去找 这尊重点的场景 这么一步一步 一步的特进下去 我觉得 是可以实现 我们智能财务 建设好我们智能财务的 一个良好生态 好 谢谢 好 感谢杨总 因为杨总 作为一家大型的央企 他谈到的智能财务生态 不仅仅是我们内部的 我们还要跟外部 更好地去开放 去协同 那我接下来 因为我们刚刚也谈到 这个杜教授跟杨总 分别从我们的 从财政部的指引 从我们那个 国资委的指引 那我们也关注到 这几年 国家税务总局 一直在推动 经税时期的建设 在社会上也引起了 非常大的一个关注 而且税务信息化的确 也是在整个智能财务系统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 那我们航天信息 是我们在税务信息化系统里面 整个体系建设里面 它也是一个一家领军企业 所以我想接下来 请我们杨维成 杨总能够围绕 这个经税时期的建设 讲一讲我们怎么样去构建 这样一个开放协同的智能财务生态 谢谢杨总 好的 谢谢主持人 首先也是感谢 这次论坛的邀请 很拥有请参加联合讨论 简单介绍一下恒灵信息 恒灵信息也是客工集团 空谷的上市公司 也是过年来 致力财税新增化建设 参与了国家税务总局 一二三四期的建设 重点是增值税 防伪税通系统 进入近两千万企业 回到主持人的问题 我想从三个方面 来说一下我们的认识 第一就是2021年 两班下发了 进一步深化税收增管 改革的意见 拉起了经税时期建设的大墓 这个经税时期呢 它的目标是以票管税 向以数字税的分类精准 管控的一个转变 经税时期呢 要着力推进税收增管的 数字化升级 正能化改造 稳步实施 发票电子化改革 这个发票电子化改革的目标 是到2025年 实现发票 全要素全环节 这个全场景的一个电子化 同时呢 要打通税务 商务 财务 法务 择力降低制度性成本 通过这几个领域的打通 我们也看到 经税时期的建设 为这个智能财务生态的建设 提供了制度机遇 这是第一点理解 第二点呢 就是经税时期的整体建设 引入了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 使得这个执法 从以前的经验式执法 转向了精准科学的执法 即无风险 不打扰 有违法要追究 全过程强制控的 这么一个监管方式的转变 这种监管方式的转变呢 会有效地提升 整个企业的这种合规经营意识 这种合规经营意识的提高呢 也会进一步促进 财税生态的这种建设 第三个方面呢 我想谈的是 就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发票数字化 这个发票电子化的改革 要打通这个税务 商务 财务 法务 在这些领域 那个包括各个企业也好 包括我觉得院校也好 我们各有所长 只有通过建立 这种政策财务 这种生态联盟 我们才能给企业提供 全场景 全链条的 这种数字化解析 这种方案 真正的去助力 这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这个推动经济社会 数字化立即化发展 这就是我们的几点想法 谢谢 感谢杨总 因为围绕我们整个 经税时期的建设 来讲我们怎么样子 挡造一个财税一体化的 这样子一个智能财务的生态 我们刚刚其实都是从我们 最近两年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监管的部门 从政策这方面来我们去 聊一下智能生态的建设 那我们讲智能财务 智能财务 实际上核心 我们肯定离不开 我们的科技 离不开我们的技术 我们去设 located 我们去设一方 我们去设的 或讽或是 대� meine 最后